Rainbow Room 官方网页 Hello 大家好 薰薰衣 薰薰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款新的手链 而薰薰衣就是選用了Rainbow Room裡面的Tie Dye 這款顏色就是紮染顏色 另外加一個白色的橡筋 而去組合這條手链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的模式 而這一款手链就是Rainbow Room 官方網頁裡面 最新手链系列的其中一款 就需要用Monster Tail去編織 大家預備好顏色橡筋 C購或S購之後 就可以開始編織這款手链 大家預備好了嗎 OK Let's Go 拿回Monster Tail 首先放上橡筋 而第一條橡筋 擺放第一條橡筋 就需要留意 我們首先打斜 先打斜 我們需要的是這六格的編織系列編織 然後慢慢拉起去 做一個這樣的三角形的圖案 我們這個是最底的這一條 所以要做多一個步驟 每一格都是要這樣做 拉起去用蒸褂針 然後打一個圈圈 好像八字圖案一樣 每一格都是需要這樣做的 只是第一條橡筋 然後倒這格 拉起 拌一拌 拌回去 只是第一格需要這樣做的 然後我們就用白色 今次用了梅花間竹的顏色 就是顏色橡筋加白色 顏色橡筋加白色 第二條也是需要做個 好像三角形圖案 就是上下到三角形 顏色橡筋就是擺這三格的位置 而白色橡筋呢 我們保持著擺這三格的位置 這樣 然後我們每個編織系 已經是單條橡筋了 我們再加一條 顏色橡筋 然後慢慢拉起 套住這一格位置 好像三角形 好了 我們看看我們的編織系 留意我們編織系 顏色橡筋 即是紛紛的紮染顏色橡筋 已經是雙重橡筋 白色的一條 這裡兩條一條一條 我們只要看到兩條橡筋 上下兩條橡筋 就已經開始編織了 我們首先拉起底 在編織底 慢慢勾上來 放在編織中間 這邊也一樣 就是這樣編織模式 接著我們編織了一條 就加回到白色 也是這樣 白色是保持著 這樣擺這格位置 顏色就擺那邊 這樣 好了 我們加一條白色之後 我們看到這裡有兩條 白色有兩條 我們又可以開始編織白色 就是這樣編織模式 接著我們就編織了 我們的顏色橡筋 就是我們的紮染顏色 然後就可以編織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編織方法 編織完 編織完紮染色之後 就編織白色 梅花柑竹這樣編織 加一條就已經可以編織了 接著我們又到顏色橡筋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白色橡筋 將它打斜 然後兩支勾針勾著 拉過來 這樣會容易一點 每一條橡筋 每一條橡筋 我們都是編織三針的 這樣 三角形的圖案 就是編織這三針 第一 第二 接著到這一針 第三 接著之後就到白色 就是這樣編織白色 接著 這樣 這樣 編織完 按一下 按下去 接著 也是紮染顏色 我們看一條手鍊 這款手鍊是這樣的模式 這個就是 Tai Dye紮染顏色 這個就是白色 就是這樣的模式 我們繼續編織 手鍊需要的長度 我們再回來 收尾 我們稍後再見 好了 我們手鍊已經做到 我們需要的長度 我們去怎樣收 這個橡筋 我們首先留意的就是 我們需要 這六格的編織器裡面 每一格的編織器 只剩下單條橡筋 單條橡筋已經可以了 我們這個 首先留意這件事 然後 接著 我們就是兩個 上下三角形的圖案 也兩隻顏色 我們將它 這三角形的圖案 同一隻顏色的橡筋 首先將它三合一 好了 我們做個紮染紫色 我們首先拉起 我們右手邊 右手邊的紮染顏色橡筋 將它拉起之後 放在我們三角形 另外一端 上方這個位置 套下去了 然後將我們的左手邊 另外三角形的格位置 拉起 慢慢拉起 它 套在同一格位置 我們留意了 我們看這裏 已經是有三條橡筋了 接著做個白色 白色也是一樣 然後將這三條橡筋三合一 我們用勾針勾底下 最底下這兩條 慢慢拉上來 套在我們的編紫中間 我們只需要白色 這裡剩下一條橡筋 已經可以了 好了 到另外這邊 我們裏面 也都是三條的紮染顏色 我們也是 慢慢拉起 我們底下這兩條 剩下一條 一條的橡筋 拉起這兩條 慢慢勾起來 放在我們編紫中間 我們現在的編紫器這兩邊 剩下每邊一條 我們拉起其中一條 我們拉起了紫色 套在我們白色的編紫器這邊 我們已經做好了我們的 收尾這個位置 現在剩下的橡筋是兩條 一條白色一條紮染紫色 拿回C扣或S扣也可以 拿扣套起這兩條橡筋 就可以拆手鏈出來 就是這樣的模式 然後拿另一邊 拿紮染這條粉紅色 慢慢勾起 套在手指上 拿屍扣另一邊 套下去 手鏈已經全條做好了 就是這樣的模式 這款手鏈已經完成了 大家喜不喜歡呢 給大家看看 整條都是可以看到手鏈的模式 就沒有分底面 分分裏和大家分享這款手鏈 就是Monster Tail官網裏 最新的手鏈系列的其中一款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款手鏈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